美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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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拿一部手機 和我一起去美顏芳 拿資生糖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 sample 真是如此 資生糖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 不是便宜的東西 而且很適合我們東方女性皮膚 我每天都有用 免費用來旅行也不知多方便 對呀!只要去布羅倫二十大道 六十八街六八零六號美顏芳 數一數個微信QR Code便有一份 快點拿一部智能手機 正好 我順便買資生糖激活肌和化妝品 在布羅倫二十大道六八零六號美顏芳見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新年進步 我想說萬事聖誕快樂 哈哈哈哈 遲一點吧 我的中文不是很有限 你是不是說謊 臉都紅了 哈哈哈哈 突然間 慘了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之後 你說新年快樂 他就說什麼 萬事聖兒 心理健康 還不通 又還未到新年 今兒才是百星日 是啊 你看我多有聖誕的色彩 你又差一點 我的頭有 我的頭都有 哈哈哈哈 我的頭都有 我的嘴都有 哈哈哈哈 希望大家過一過開心的聖誕 有沒有吃到飽飽胖肥 肥肥沒有 飽飽呢 都有 聖誕大餐嘛 現在什麼年代啊? 還聖誕大餐? 聖誕不可以吃大餐 小時候父母就會跟我說 去吃聖誕你乖 跟你吃聖誕大餐 這樣 沒有聖誕大餐 我有吃啊 你還有吃嗎? 自己跟朋友吃了很豐富的大餐 就是聖誕大餐 那也是 好像情人節那樣 我不需要情人節送花給你才對你好 只要真心相愛也都是情人節 為什麼不可以吃大餐? 啊 其實現在我們自己賺吃而已 你喜歡吃一碗白粥也可以說是大餐的 自己約朋友去吃 其實看你的心態 心中富有 心滿足感的話 就算是鹹魚白菜也很好吃的 是啊 今天就是剛剛八星日 很多人都不知道忍不忍得手 去拆禮物 你忍不忍得手 我忍得 還忍? 26日我回來之前已經拆光了 不是的 我回家才拆的 我遲了出門口 我通常晚上回家才拆的 我怕做完節目 又去吃飯 回來已經過了 不用一定是十二點前的 我喜歡 喜歡什麼都可以 我喜歡 年輕可以任性 真的 難道到八十歲才任性嗎 一八十歲都可以任性 可以 中間那段時間反而不可以任性 就是 海之中間 就是 海之後生 海之中間 中間那個 不要得罪人 中間那個年齡層不可以任性 中層 中層人士 不行 不要得罪人 不過講聖誕 其實 你有沒有吃到滿肚腸肥 那你有沒有 我? 我都說飽飽 應該很多 我的心很滿足 但是 除了 心滿足之外 應該有很多實際的派對 太飽了 哇 好累 你不要說 其實我今天有些想不回來做節目 但是不行的 是 觀眾會掛著我們 是 我的聖誕那些派對 不算派對 是公司和公司的派對 其實由12月的第一個禮拜 就是5號之後那個禮拜 禮拜 禮拜也就開始了 唉 不要說 我已經派對派到累 我想派在這 真的 因為 聖誕派對真的 都很悶 和我多 又不可以說悶的 有時候 有些悶的 自如自樂 好嗎 在一個再悶的場合 你都要找些辦法出來令自己覺得 真的好了 這個派對 然後面子就黑黑 不會黑 但我覺得有時候 你不去也不行 是 因為有時候是 你代表公司 給免派對 是 但是 你公司那裡 可能只有你一個同事 有空去 是吧 最怕是這樣 是 我也是這樣 你去到你不去也不行 但你一定要去 去到就 找請你那個人 但他當然忙於招呼 是啊 都沒有空去你 是啊 然後他現在說 不好意思 招呼不到 你隨便想 行行行行 你招呼其他人 我自己搞定 幸好就立刻 眼睛到處去找 嘗一下誰都是自己一個人 不是 找一些認識的 哦 首先找一些認識的 先找一些認識的 對 立刻就自己放進去 喂 所以很久沒見了 嘩 你又在 你心裡還沒死 嘩 我怎麼說 有時候有些真的很假的 你明明見到一個很討厭的人 哎呀 又見到你了 真開心 你還沒死嗎 但你真的 真的 真的交關 我是說 幸好找到你 幸好找到我適約 否則 這個派對怎麼站那麼久 是啊 因為通常都是拿著一杯酒 好 聊一下 有時候 當你沒找到人的時候 你拿著拿著拿著 拿著拿著 拿著拿著 不是啊 拿著拿著拿著 是假裝玩電話 查個電郵線 站在角落那裡 其實是在玩Candy Crush 哈哈哈 有沒有試過 我覺得這件事 很多人都試過 是 但是 有些人 反而是面面俱原的 嗯 去到哪裏 都跟任何一個人 都可以聊五至十分鐘 是吧 那這些我就很佩服他們 是啊 就是很多不同的場合 其實去到每個場合 基本上你都會見到那個人 是 但是他每次都跟不同的人說話 是 而且是韜韜不絕的 好厲害 是的 我也想做到這樣的層次 我就對 有待進步 哈哈哈 可以的可以的 就是當你 見廣 認識多的時候 那你可能跟A A 講現在政治的事情 你跟他講一下 講最近有些什麼 體育的事情 你也可以講一下 什麼都可以跟他講一下 或者一些 懂飲食的事情 講一下 最近哪裏開了一間 新的餐館 是啊 那些 最好就是講一下商機 嗯 如果你說在這些聖誕派對 而且公司和公司的聖誕派對裏面 最希望可以交換到一兩張的卡片 對 明天還可以跟進到 未來的2017年 就可以放完全假了 哎 很高興啊 在派對見過你啊 這樣 然後開始做事 對 開始要來 你會怎樣做 現在不流行交換卡片 雖然我也有卡片 哈哈哈 但是現在好像流行交換微信 現在連交換電話都不流行 但是如果你遇到那個是外籍人士 他未必有微信 是 這個是事實 但是你不要小看 原來現在好多外籍人士都有微信 我也覺得是 好厲害的 是他們問我 Do you have WeChat? 是啊 哦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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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可愛的他們 因為他們好知道 原來我們在中國的那個 的Market很大 他們都想做我們生意 變了他就會 他都會學怎樣用 WeChat 是啊 很厲害的 我現在的WeChat拿出來拿起手 十個八個外籍的朋友都有 真的 是啊 什麼顏色的都有 我沒有那麼多 我只有一兩個外籍朋友 好厲害的 說起交換卡片這件事 通常都是陌生人才會交換卡片 或者第一次見面 或者可能初初相識 或者是朋友介紹 其實是最容易 認識到新朋友的 嗯 如果你說 譬如像剛才那樣說 請你那天 沒有空 只有你一個 就在那裡掃 掃啊 誰認識的 或者上次見過 可以點個頭 打個招呼 走過去 就可以開始 吹一下水 吹兩句 是 先說一些很門面的說話 是的 即是那些開場白 那我看看他 或者他身邊跟別人聊天 那你就可以主動跟他握手 譬如我不認識子清的 我現在認識另外一個朋友 跟他聊完之後 看到子清站在旁邊 那你就可以轉過去 欸你好啊 我叫清朗 怎麼稱呼啊 那就可以打開到 你跟一個陌生人的一個話題 即是起碼可以先互相介紹 那通常呢 因為在這些應酬的一些派對裡面 其實大家都心裡明白 你這裡不是說為了飲 為了吃 都是為了交多個朋友 交多個或者 有多個商機 所以通常這些時候 這個朋友都會會做的 會給她介紹 啊 指清是做什麼的 清朗是做什麼的 等妳們可以 有個機會 去打開一個話題 是 再不是呢 這個朋友更加會做些的話 就會 噢 我們剛才在這裡說 那天哪裏有間新開的餐廳 你有沒有去吃過 就是 擁有一點 是的 通常是一些這樣的商業交際的環境 大家都會比較懂得怎樣去打開話題 懂得怎樣去帶你進一個話題 而盡量希望不要那麼尷尬 是啊 有些朋友你還很懂得做 就算不是真的平時狼的朋友 但因為是做生意上的朋友 他都會知道大家都希望這個Party 是有個商機的 因為剛才不好意思 因為要聽過電話 差點人笑了 但現在終於可以笑出來 沒有問題 我們很隨意 即是告訴大家 有個電話放在台上 有個商機的 哈哈哈哈 其實他會告訴你 青朗認識很多人 他做哪一方面的工作 他的工作是什麼性質 或者你們可以多交流一下 他簡直就像做一個介紹人 幫幫助大家的朋友 這些就真的在我們之前 我們去很多聖誕派對 甚至 接下來還有很多新的派對 你講一下 還有很多新的派對 接下來中國人的那些春冥 更加多 是的 說起這件事 不是說我們不想去 而是你一定要去 因為別人真的要給你面子 才邀請你去 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商業社會裏面 去到都可能 都會見到那大部份的朋友 都是那群人的 是的 但有時候我們都希望 認識其他外面的人 總會 其實多多一點 在這些聯誼的派對 多多一點都會認識到一兩個新朋友 嗯 那我呢 一會休息過後 我想問一問 多一些 青朗來青朗呢 都是 本身你的正職 都是做Marketing的 其實 如果當你去到一些場合 真的一個人都不認識的時候 你只認識一個 就是請你那個 哈哈哈哈 怎麼算好呢 要想一想 給你一個時間 給你一個廣告時間 是 一會見 發拉城君濠大酒樓 是紐約最巨氣派 大型華麗的婚宴場所 繁衛顧婚宴酒席 2萬元以上 立即送送送 送禮堂布置 送華麗冰雕 送Open Bar 送小食 送三層結婚蛋糕 送婚紗攝影禮卷及禮包 送本色盛典KTV 八折優惠 總之君濠大酒樓 無論晚飯及喜慶婚宴 都是定級首選 君濠大酒樓 在法拉城羅斯福大道 136-20號3樓 電話718-358-3388 聖誕聖誕旅 我們再說一次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其實是撇爆聖地 聖誕拜祿 沒錯 希望天天心情都要是聖誕節這麼開心 不一定是聖誕節才開心 但是天天都要開心 因為聖誕節 jeśli也要開心呢 會有聖誕禮物收 多多少少也有的 是的 其實也是那句 禮物不是說說什麼 是說心意 是 說回我們去一些公職上要去的派對 我想問一下 剛才的問題 你去到一個地方 派對 你見到完全一個人都不認識的 認識的還沒來 認識的還沒到 那你怎樣呢 你怎樣打法呢 就是拿著電話炸製 又講電話 那我又不會說炸製講電話的 通常呢 很簡單的 如果你看到那個人都是砸頭自己一個 我通常呢 如果是真的一個人都不認識 我不會埋那些有兩三個人在一起的 我會找一個都是自己一個人 你看得出他可能是在等人 或者是他都不認識其他人的 那我就會 因為大家都不認識人 那兩個單的都合在一起 可以聊聊天 當然要找一個小小小小的不要奇奇怪怪的那些 不要他樣子像那些雜難就來的 就是我會找一個都是看上去像是單的 都是自己一個在那裡的 那我就會走過去 啊 hello 你好啊 我是青朗啊 怎樣稱呼你啊 因為通常這些場合都是那句 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知道是來認識一些工作上的朋友 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夥伴 所以去得這些場合的 都應該不會是那些太不敢講的太害羞的人 所以你走過去跟他講 就是介紹一下自己先啦當然要 問一下你叫什麼名字啊 你做姓杭啊 那他通常也會問你啊 你做姓杭啊 為什麼你會來的或者怎樣 是啊 或者是誰請你來啊 那些之餘之類的那些 那你會慢慢慢慢就會摸到那個話題 然後呢 就可以消磨十分八分鐘 是啊 那就在那裡等下看 自己認識的人到了沒有 那雙眼就開始燒了 又或者可能他在等的人到了 那他就會帶來這個 啊 我剛才跟青朗在那裡聊天 介紹給你認識 那你又可以認識到朋友了 嗯 又對的 所以其實呢 看看自己怎樣去打法 怎樣去令到自己在那個環境 不要那麼孤立 不要那麼尷尬 不要那麼尷尬 而且都是一個叫做交際的一個方法 認識自己的一個 跟陌生人說話的一個方法 是啊 因為聘請你去的呢 你一定是公司的市場 可能是銷售的那邊 或者是公司的主管 是啊 是不是一定 在那些人一定不會是閒人 哈哈哈哈 不會是掃地那個 也不會是小角色 所以其實在這些場合 商機都很多 還有大家可以交流 或者你可能會學到很多東西 跟這些人聊天的場合入面 沒錯啦 所以都希望大家以後 再來的有很多 我們中國人新年 春明啊 是啊 多得不得了 所以可以 我們都開心的 每天都喝 每天都吃 每天都認識朋友 對不對 是的 大把跟你去 你不用拍門 哈哈 我幫著你放心 多謝你 其實說開呢 除了是公司的派對 私人派對都不少啦 哦 更加多 是 那其實我又想問一下 你去私人朋友派對 那會不會有些好像交換禮物 我想問一下有些什麼的遊戲方法呢 多些交換禮物的東西 除了說交換禮物先 其實這些是個時個節的 你不可以帶很多招去別人家 去派對的嘛 通常你會去買些什麼 通常啊 帶走是最方便的 嗯 我覺得應該最常見聖誕節 或者什麼派對都好 你會 instead of 帶塑膠 你會帶 就是可能帶一瓶紅酒 是 或者帶一盒朱古力 或者帶個蛋糕 有些朋友帶甜品 是的 就是蛋糕 甜品之類 大家可以share 大家可以分享 那通常 搞這些派對的日子 都是 就是除了大事大節 都或者會是周末 或者第二天不用上班 所以大家 飲飽吃醉 很開心一晚都是比較正常 但是通常 譬如這樣說 主人家就不會需要你帶食物 是 但是雖然他說 可以了不用帶食物 我弄好了 不要帶食物 但是你怎麼都會帶少少東西 所以 隨便想一下 他們喜歡喝紅酒多些 他們喜歡喝白酒多些 那你就會拿這些酒去送給別人 其實都是一份心意 不是一定要送酒 不是一定要送甜品 朱古力 但是 如果你記得 譬如 主人家很特別的 他喜歡吃皮蛋 你買一盒皮蛋 他都ok的 我覺得 如果這樣說 如果這個人是 出了名喜歡吃皮蛋 喜歡到瘋 我覺得他送一盒皮蛋 ok的 心意 你記得他喜歡吃什麼 那就是 但是 你突然可以送皮蛋 我想要說一些特別的東西 我沒有試過人喜歡吃皮蛋 難道是鹹鴨蛋 我不是喜歡吃雞蛋 人家都吃過雞蛋做早餐 那你可以去超市買 合九毫九的雞蛋拿去 不要那麼壞 我怕你說沒有 只是打個比喻 那你說 交換禮物 通常都是會 譬如 一人帶一份禮物來 通常都會決定 譬如不可以超過一百元的 不可以低過十元的 那就是大家去選一份禮物 那我以前自己 在家裡交派對 我都試過 就是要求 那些朋友 每人帶一份禮物來 那價錢大概的範圍在哪裏 不要超過多少 那我就 很有趣 那一次也是 有個朋友 就是我們就 建議買一些實用一點的東西 就不要買一些 擺設就不太實用 說真的 最多人最流行以前 就買一隻杯 是啊 是啊 超多杯 超多杯 所以我們就切了一些規矩 不可以買杯 不可以買太行 太沒用的東西 那我就很驚喜 很驚喜 我有個朋友來到我家 帶了一盒 這麼大盒的禮物 這麼大盒 這麼大盒 但裡面是這麼小盒 不不不不 四方方 長方形 都幾大份 你要捧著你 當他一下車 我看到他捧著禮物來 我心想 嘩 我們的限度 好像不可以超過多少錢 你知道越大盒 那些未必越貴 不是啊 你先聽我講 不要拼著 捧著這麼大箱的東西 我心想 嘩 這份禮物應該不錯 如果抽到也不錯 好了 到抽獎的環節 大家 那些禮物就貼好號碼 12345 大家按著手 去抽號碼出來 抽到禮物之後 大家一起拆 因為很開心 因為過了十二點 是 是 是 大家一起拆禮物 我們都很期待 嘩 那份這麼大份的禮物是什麼 你都知道是誰帶你 也都知道是誰帶你 你猜一下那份禮物是什麼 是真的這麼大份的 不是說拆開一個盒子的 真的這麼大份 我給三秒你猜一下是什麼 初時你這樣說 我還以為是一個垃圾桶 不是 垃圾桶又不是 也有少少重量 也不是說很重的 也有少少重量 但不算重 不算聚首 一個花瓶型的東西 不是 又不是 呃 還有 三秒 三 二 枕頭 不是 好實用的這件事 刺子 這麼大份 一卷卷那些 你知道現在在BJCostco 你不是買一大排的話 這個尺寸 十二十四卷 十八卷 還是十二卷 隨便 這麼大盒 有減價的 減價都是十多元 都不會便宜 就是它可能 不同的牌子有不同的價錢 我想它那個可能二十多三十元 這麼大包 那抽到那個會不會開心 當然會開心 刺子不便宜的 大佬 好幾支 一整蚊卷的 起碼要 有夠實用 一定用到 一定用到 又不會發毛 所以 我給你一個很好的提示 下次如果要大大份份 又得體 又要實用 刺子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幸好你現在才說 因為 出兩個禮拜講 明天可以用 刺子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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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這個也很實用 真的 還有另外一個遊戲 類似是交換禮物 其實是我高中的時候 因為當時住宿舍 當時有一個遊戲 叫做Secret Angel 其實很多朋友都會聽過 中文的翻譯就是 秘密天使 不是當日才抽獎 是可能 聖誕之前 不是抽獎 是抽名 其實可能是 例如早 兩三個禮拜之前 例如十二月初 就會開始準備 每個人有個名字 放在抽獎箱 或是膠袋 或是膠袋 用來裝著的東西 每個人 就要抽一個名字 抽人名 譬如 我抽獎 我抽到紫青 但我不可以告訴紫青 我會對這個人好的 但我對他好的時候 又不可以讓他知道 我是他的Secret Angel 我是他的秘密天使 直到聖誕節的時候 你就會偷偷地 準備一份禮物給他 到聖誕節 那天就會揭曉 就連著 紫青的名字 會送給你 當然會紫青收 然後你終於可以告訴他 其實我是清朗 要告訴他 對呀 會告訴對方 到最後會告訴對方 其實是我送給你的 因為以前讀中學的時候 住宿舍其實很好玩的 嗯 我們整班 也有中國人 也有 美國人 加拿大 什麼人種都有 我們第一次去玩這個 Secret Angel的時候 我會突然間 譬如有一天放學 回到房間 一打開 有些朱古力在我的桌面 這麼開心 又或者有時 打算爬上去睡覺 摸架廠 突然間一揭了一張 譬如有隻毛公仔 但你不知道是誰送給你的 噢 他不說是誰 他不說 因為當時是不會說的 噢 但是原來很巧的一件事 我們當時去玩這個 Secret Angel的時候 因為我們宿舍裡面 可能有三四十個人 其實我抽中你 你抽中我的機會是很少的 是啊 因為你有三四十個機會 通常你會抽到他 他會抽到他 即每個人的Secret Angel不一樣 是啊 但是我第一次玩的Secret Angel 我是這個人 譬如指稱 這個人 我是指稱的Secret Angel的時候 指稱也是我的Secret Angel 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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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對方的Secret Angel 當我們發現 原來我們是對方的Secret Angel 所以我又會多謝他 其實那天我回到房間 很累的 那天做功課做到很累 見到你排朱古力 令我很開心 就是你會去多謝這個人 去對你這麼好 嗯 所以這段時間 你會多一點注意 和對他好一點 希望有些什麼 是你知道他需要的 是對的 那你就會買一樣 很貼心 很適合他使用的禮物 是的 這個也挺好玩的 另外一個就是 買了禮物回來 就放了些數目 然後就譬如說 我走出來 我抽數目 我抽到這個是1號 但我拆了一份禮物 是當場拆的 拆了之後 我的份禮物 有些或者你不太喜歡 下一個如果你喜歡 對的話 就可以跟我交換 但這個我就不太喜歡 那麼玩 沒有意思 沒什麼意思 你抽到了 你怎麼會不喜歡別人 對 為什麼要交換呢 所以我就比較少玩這個 Secret Angel 我覺得挺好 挺有趣 挺有趣的 可惜我們遲了少少 跟大家說這些遊戲 一年後 明年 明年可以用了 是的 今天講了很多提示 希望大家可以真的 每一個節日 都是這麼享受 這麼開心的 沒錯 那我們就趁現在這個機會 跟大家說聲 Happy New Year Bye Bye 超哥 你的瓷磚款式這麼新 哪一間來的 不是老友 Arizo阿明的超瓦瓷瓟 蛤 我幾乎登尋人廣告找他 超瓦瓦瓦 不知道搬到哪裏 超瓦瓦瓦 超瓦瓦瓦阿明 已經搬回來 134-2533 Avenue 他為了慶祝30周年 想籌借一班老友 歐洲進口的瓦瓦 還全面特價 真是很划 那我去找Erik阿明 超瓦瓦瓦 在134-2533 Avenue 電話718-888-7784 營業時間上午8點半至下午6點 好節目要欣賞 油金汁一定要搶 哈哈哈哈哈 花蘭城均濃大酒樓 新推出均濃厨廚師特價推介 椰青竹鱼鱼湯 XO醬炒班球 藍粒煙三文魚炒發 潮式凍蟹 紅酒燴牛尾 極品鮑魚雞煲 及角色山滾靂粥等 周一至周五晚餐九節 周末及假期除外 晚餐在百里停車場免費停車三小時 晚上查詩即叫即正 吃不停至晚上十點 君豪大酒樓 在法拉省羅斯福大道136-20號3樓 電話718-358-3388 718-358-3388